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八点 李小姐和朋友一起 去做运动 有时候他们一起跑步 有时候他们做瑜伽 然后一起去食堂吃早餐 吃完早餐 李小姐回宿舍拿书 然后去教室 李小姐学的是英语 他们有口语课 阅读课 写作课 听力课 李小姐最喜欢英语口语课 一位上口语课的时候 经常做游戏 他觉得很有趣 李小姐每天早上九点开始上课 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从九点到十点三十分 第二节课从十点四十分到十二点十分 下课以后 李小姐和朋友一起 去食堂吃午饭 食堂的饭菜很好吃 而且价格便宜 李小姐很喜欢 但是食堂里人很多 有时候要排队 吃完午饭 李小姐回宿舍睡午觉 她可以睡一个小时 从一点到两点 下午继续上课 今天下午只有一节课 从两点三十分到四点 但是明天下午有两节课 要上课到六点 下午四点下课以后 李小姐想和朋友去逛街 在他们学校旁边 有一条街 有很多好吃的 也有卖衣服的 李小姐想买衣服 她喜欢一条黄色的裙子 老板说要二百块 李小姐的朋友说 不要买 价格太贵了 淘宝网上有一样的裙子 只要一百块 李小姐没有买那条裙子 吃完晚饭以后 他们要回学校上自习 自习室里没有老师 学生们自己看书 复习 或者做作业 考试之前 自习室里人特别多 晚上十点 李小姐回宿舍 晚上十点三十分 宿舍熄灯了 熄灯后大家还是喜欢玩手机 一般十二点才睡觉 李小姐打开手机 在淘宝上购物 她找到了那条黄色的裙子 价格只要九十九块 李小姐特别开心 在淘宝上买了那条裙子 想到第二天还要上课 李小姐关上手机 要睡觉了 这就是李小姐一天的大学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